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 晨早新聞報寸,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9月26日,星期一 今天大致天晴,天氣炎熱和乾燥 和吹和緩子清淨的冬至冬不風 今天最高自我善指數大概9強,到屬於15高 接下來一兩天風勢頗大,有幾陣趙雨 好,昨天多新聞,很多車反轉了,不知為何 是極多車反轉的 有一輛小巴前輪產斜台,整輛小巴反了 另外也有一輛車是整輛產斜台反了 另外還有一輛的士,整輛人家的店鋪也有 昨天的交通意外很厲害 行山的意外也有一宗,還很轟動 跌落到大嶼山摩天崖 死者就是珠寶大王 有錢也避不過 另外有個友仔打劫失敗,不肯走 再劫他人,終被捕 說他是大膽賊 壞的也不走? 沒有錢嘛 要有東西下手才行 另外有個十四歲小孩被人拍了一些不雅影片 勒索七千元,這麼小而已 在佐敦谷那裡發現人骨 今天的新聞要逐個慢慢說 確診數字就厲害了 我跟OK仔說 跌到只有三千八百九十七 他很冷靜地回一句 那些人都沒有上學 沒有上學就算少千多宗 你說是不是很少呢? 一般吧 但數字上相當滿意 詳細新聞內容 很多份報紙都說 你疫情的新聞稿 什麼都沒有 他說你三千八百九十七宗確診 十個人死亡 欠詳盡資料 死亡幾歲又沒有 那些人來的 沒有,完全沒有 117宗輸入個案 累計1745500確診 死亡多了10個 累計10116個死亡 不要說 喂,今天怎麼開關 是不是躺平還是什麼 勞崇茂說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你問過生的九千多人去了哪裡 是不是共富王全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世界的人沒有永生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沒有了,今天的430記者會 做完了 大結局了 香港開心了 連那些人在機場做工作人員 幫人 什麼檢疫酒店 大人去檢疫酒店 那些工作人員都散禁了 拍招就戰別了 做完了 這簡直是歷史任務 說就戰別 希望就永別 是不是 不是說人 就是說工作 因為你不用再去酒店隔離 你才有明天 香港 是不是 搞到香港沒有明天 好啊 再說說其他疫情 回落至4000以下 不過勞崇茂就說 你想服償嗎 有些人說 什麼時候取消安心出行 疫苗通行證 零加零 就這樣說零加零 他根本沒有實在的時間表 人當然是想全開 但是當然要先把尾巴拉 大哥還沒頭髮 你說自己脫掉 難道是不行的 你問盧生 他回答你也是 對 他也是為解釋自己的做法而回答你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那就聽一下吧 沒什麼 零加三今天生效 遊客說又省時間又省錢 我當然是 檢疫酒店又不算貴 我現在看最新的日本團 都還沒更新的 檢疫酒店 檢疫酒店他們包的是千多元 三萬三加四 超多人去旅行 你訂了機票沒有 你其實現在開始訂 可能要訂下年一月 我相信是 沒開始搶的時候 我那時候 11月頭已經是爆了 那你們快點訂一下 我知道這兩天的人是極少出街 基本上 你去平時 塞爆那些 入大尾讀的的士 完全沒有人排隊 那些人已經心都不在香港 那些人都說有人是 去玩山玩水的 那就大鑊了 有一宗很大鑊的 大嶼山那個叫做 尼薩石間 摩天崖 就墮下身亡 死者就是珠寶大王 盧仲暉 一定是很有錢 叫得大王 這個就是65歲姓盧的男子 墮崖昏迷 直升機 救起送軟 就說 雙重不治 消息指 不幸意外身亡 男士主叫盧仲暉 他爸爸是著名的珠寶商人 和慈善家盧家聰 他說 他和他弟弟在1944年合資 在香港創辦 富行珠寶 有限公司 他弟弟在2014年退休 富行珠寶行 由家族第二代的傳人接手 他自己本身就是董事長 都要向珠寶行了解一下 根據公司網頁介紹 他除了是董事長之外 同時擔任香港鑽石總會 現任副主席 香港珠寶玉石商 哇 商會理事長 他在那個界別很大的 但是真的天人永隔 他和一名男友人 其實也有朋友在一起 他的慘 一百米山坡 就跌下去 即是和朋友 同行一名男友人 墮下 一百米山坡 就昏迷不醒 政府飛行服務隊 即直升機那些 就要調上來 調到東區醫院 搶救 都很遠 有些人說 東區醫院才有直升機停 這個是不是應該加設多一點 加設多一點 直升機的位置 讓他附近的醫院可以做什麼 沒有 真的過世了 之後就說 搶救無效 證實不治 文安隊飛行服務隊一起去救援 但也不行 救不到 他說這個地方其實很險要 尤其是由直升機送往東區醫院搶救 其餘16人 即是由山嶺搜救中隊隊員 帶到安全為止 其實這件事可能有一大群人去 他是不是和另一個朋友跌下了呢 報紙寫這麼多字 又說這麼多字 總之最重要就是 就是 要小心安全 其實他是和另一個男性的朋友 一起跌下100米的山坡 昏迷不成 另外那個詳情也沒有說 其實這個地方已經是曾經跌死過其他人 這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那就是行山 行山就行一旦算 行到這樣 行山經常都有驚喜 在佐敦谷 神運 經驗人骨 警方檢走化炎 又挖到一些 不是挖的 應該說經驗就見到 其實你行山多 譬如你在九龍坑山大埔那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的那套叫做祖淑 房祖明和薛凱琪那套 那個地方很漂亮 有個谷 那裡通地也有人骨 有些金塔 野狗挖出來 用人骨來損 所以你說我 不過今次佐敦谷肯定不是 佐敦谷肯定不是 佐敦谷肯定是人骨 那不是金塔那些 但是你行山是經常看到人骨的 基本上 很有趣的 那些老人家 就是上一輩那些很多都說 我們不想火葬 要土葬 但是原來土葬 你葬在很多的郊區 很多時候都是被野狗拿出一副骨 當那些狗玩具 真的 通地也是 幾個頭 幾個手 我和我老爸上去 第一次就說 我老爸說 這裡一直都是這樣 金塔給狗拿到到處都是 但是如果你在佐敦谷神運 基本上那裡就不是金塔 那為什麼無端端會有人類的骨 警察說 相信事件沒有可疑 那沒有可疑 可能再附近又有金塔也沒有頂 這樣就把骨子進一步化驗 檢走了 山邊有時候行山很多恐怖事 屯門男子在大樹上釣 當場死亡的人 看到一個人釣在那裡也有 好恐怖 這個年紀比較大 71歲的事主 氣絕身亡 他也在前天發生 早上九點 有行山人士經過大南郊野公園麥里浩徑 十段 近日顯法理 有個男人用尼龍繩子 真的 行山也有些額外驚喜 最好不要看到 反黑了 連續四天 抓了三百多人 警方真厲害 抓了三百十五人 最小的十五歲 十五歲也不算太小 只要靠邊 有些十二三歲的 經常都有 其實如果看這個年紀 起碼那些年紀 不會出來搞震 十五歲是小 但也不是特別小 包括做些什麼呢 這四天 反黑 涉嫌商人 中火 自稱三合會議會員 行使假銀 偽造紙幣 販賣危險藥物 經營賭博場所 串謀 控制他人賣淫 處理 已知道什麼的財產 即是洗黑錢 企圖輸出未裂 倉單貨物 這些算是走私 嘩 一連四天 做了很多東西 他說 27部釣魚機 19張倒台 46萬現金 54萬籌碼 41萬假銀子 超過1.1噸走私凍獄 2100克 六安銅 8500克大麻 這四天檢走了 這麼多犯罪的物品 嘩 另外也有個跨部門 香港仔批發市場反黑工 四個內地男人被捕 嘩 416人折查了 拘捕了其中四個 年齡加乎27至45歲 非法入境 違反逗留條例 這陣子 這陣子都很厲害 稱之為罪惡 油麻地 有兩個的士 嘩 撞毀 麻雀館 前後門 整個的士都被捕過來 這些是否專門 為何會用兩個的士 的士很貴的 那個牌 帶逃汽車逃日 用兩個的士 你不用塞車那麼有趣 刑事委壞案 剛才凌晨4點 警方接市民報案 他說有兩輛市區的士 紅的 在苗街42至44地下 他把埋著館的前後門 嘩 這樣也有 他就 兩輛車原來都是 走路了 人去 車空 警察來到沒有人 車內的士膽 沒有被叫過 警方聯絡 你車主什麼事 租過的士被撞 人家的麻雀館 這麼厲害 他說這個麻雀館 數個月前改名經營 對 這個麻雀館 不是雞記嗎 這間 已經是轉了名 哦 這樣 那竟轉了手 有什麼問題 要整兩個的士 遇到你前後門 這些都是一些警告 很厲害 一定是一些淺銀瓜葛的 那我講開車 這個上水小巴 左前屋 鏟上斜台 整架翻側向右傾 昨天早上10點 唐公嶺 上水小巴 走著走著走著的期間 前輪一鏟上路邊的斜台 整架翻了 六個乘客受傷流血 你也挺恐怖 車一旦翻在裡面 無端端 他不是被車撞 他鏟上斜台一邊就打側了 如果你要玩過四驅車 或者玩過模型車 你就知道 那條片 昨天在網上流傳 CCTV的片段 看到也嚇死人了 一個輪 鏟上斜台 整架翻了 向右翻側 那是昨天早上10點的事 六個乘客受傷 四女兩男 清醒送去北區醫院治理 那這些都是 幸好人命沒有特別嚴重 但是情況 那個小巴就爛了 那種感覺 整架就毀壞 場面混亂 但是幸好人沒有什麼事 只是一個阿伯一度被困 最後沒有死亡 不過有個波子 在銅鑼灣 撞署 反逃 嘩 美女司機 長髮女司機 喝完酒 吹爆錶 被捕 醉酒駕駛 剛剛凌晨5點 波子在銅鑼灣 軒尼斯道 往灣仔方向駛 去到波斯庫街交界 失控撞了右邊的交通燈柱 四輪潮天 以外後 跑車的安全器袋彈出來 坐墊也跌出車外 玻璃槍碎裂 非常嚴重 看當時的畫面 長髮及腰的女司機 沒什麼 不過喝了很多酒 傷勢沒什麼 錄得一百度的酒精 原來超出法例的四倍 你都膽敢自己開車 36歲的女司機被捕 走後駕駛 拖車拖了你的波子 唉 真是你撞到人也不知怎麼辦 這樣喝酒醉醉醉醉醉醉 另外說一說 你走開深水埗 這個不是大單 經常都聽到 但跌石屎下來通街也有 不要說只是深水埗 大埔區也有 深水埗自己小心點 我自己也看過石屎掉下來 大概成個籃球那麼大 籃球那麼大 籃球那麼大 石屎連鋼筋飛下來 我真的見過 深水埗唐樓這次的 蟬蓬石屎是剝落的 墮地是碎裂 幸好沒有打中人 但打到人也會隨時一條人命 今早7點3個字 深水埗荔枝角度 大廈的蟬蓬有石屎剝落 人家聽到一聲跌下來 但沒有打中人 幸好而已 你也知道 有些舊區日久失修 都是有些安全的問題 大廈真的不理得這麼多 你走出去 又怕有東西飛到街 走到蟬蓬底 蟬蓬底有一塊石屎跌下來 真是看你很幸運 平時多做好事 好 有很多罪案 例如在元朗商場 有人偷拍女子 中年男人斷政被捕 昨天黃昏六點 一個男人 埋於朗日路的商場 都可以說是色情人 用手機偷拍31歲女子 涉嫌虧淫罪被捕 52歲姓蘇 現在偷拍的女子 如果能拉回警署 全部都是拍私密部位 拍空拍屁股那些 上次有個女子 說拍到她的樣子 不是特意拍那裡 她說那沒辦法 上次那件事是李景灣拍狗仔 那件事 這件可以拉的一定是虧淫罪 拍那些性感那些 就是這樣 拉了 大家出街就 盡量都不要這麼性感 不過那些女子 有時候也是很喜歡的 那這些一說起又說 那不行的嗎 難道我又這樣 又這樣 你慢慢咬飽她 叫你小心點 不是你吃虧了也沒辦法 是沒辦法 另外說下一個大膽賊 她是不是笨賊 她不是笨 我相信她是窮 因為她出來行劫 你一個打劫失敗 沒有錢落袋 怎麼走呢 開工沒薪出你不行 那昨天 黃昏六點天都還沒黑齊 這樣就出來犯案了 你說凌晨都說 為什麼這樣呢 青衣長弘村 黃昏六點天都還沒黑齊 出來打劫 就說她大膽 所以說 一個街坊 在弘二樓 地下對開休甜柱 遇到一個賊 你打劫公屋的街坊有多少錢呢 其實 那個賊拿把刀出來搶東西 事主奮來抗賊 成功逃走 進入這個弘二樓 她就回家去御所報警 我說被賊打劫報警 那報警 你以為賊走了 她說不是 因為她打劫不了 不成功 她在附近徘徊再打劫 去到這個弘森樓 就向另一個街坊搶東西 其間一個男士主又跟你糾纏 這些賊都是新手來的 首先你打劫 你哪有打劫男人的 男人反抗的時候 你就和你糾纏 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男人 通常說女人拿著手袋 就說到最後一場 我就走 你快靚靜 你糾纏 人家報警 已經大批警員接報 趕至現場 第二個跟她 搏鬥那個男士主 嘴捕受傷 她經一輪兜截 在弘森樓下 就拘捕這個人 她還沒走 她也是在兜截 看到她身上有一把利刀 其後 把她帶回警署調查 被捕男子 31歲 6時半左右 應該剛剛入黑 差不多時間 打劫一個67歲的男人 你死定了 在公屋附近打劫的阿伯 你哪有發財的啊 拿刀就企圖搶別人的手機 人家的阿伯 用手機 你說多少錢 你自己說 Android那些舊款手機 二手賣出去 四個錢 做賊做到這樣 打劫就不成功 不成功 阿伯就跑掉了 反而她45歲的姓張 第二個打劫的手機被她搶了 可能經驗值加了 你打劫阿伯的時候 經驗就升了 之後就成功拿了別人的手機 45歲的男人 口受傷 用手打到她 雖然她有刀 但她不是用刀刺 用手襲擊 打腫了她的口 這個男人 涉嫌企同行劫 搶劫 襲擊 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被捕 就這樣 你看到 是不是環境這麼差 找工作也不行 找工作31歲 年輕人去打劫阿伯 那些手機 可能四個錢都沒有 我試過買二手手機在深水埗 都是一兩百元 那些阿伯都是那些貨式 我相信 真的 你選人下手也選這樣 失敗 另外說一下 元朗有年輕人打球 又是被人打爆嘴 警察拘捕了一個33歲的男人 有時候人打球也是很差的 昨晚10時 有個15歲的男人 在元朗朗平村那個 驚平樓 對開球場打球 又跟人爭執 對方就出拳 打傷人的嘴角 在場人士分開兩個人 之後報警求助 警方在場兜折 找到那個人 方失失 你打人的時候 不要威武嗎 你看到阿sir的時候 神色慌張 那些人之常情 欺負小孩你就厲害 這些就是欺善怕惡 我告訴你 經過盤問懷疑他就打人那個 涉嫌普通襲擊罪 就抓了這個33歲姓周的男子 帶回警署扣查 受傷少年救護車送去博外醫院治理 只要這些 擺明就是欺負小孩 見人十幾歲 打球就打球 要不打人呢 有時候只是說下去玩而已 你又不是什麼比賽 下去玩 打算在球場打架 沒事了 在球場兩個打架 隨時回到警署 就未必有事 不過你說單方面打人 然後跑去 阿sir來到你 你的地方又不在球場 你這些就是普通襲擊罪 跟你說 跟人打架 雙方都有出手 通常球場我們以前打球 有些師兄踢球 就知道什麼 其實打球是經常打架的 但是這次很明顯就是肉酸地 33歲的男人已經是成熟的男人 一個15歲的年輕人 你想想是一個中學生 你走去打人 氣善怕惡 看到阿sir就搖底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大家打球小心一點 看到這些人不用跟他爭執 離開就可以了 很多人在球場 你都沒有位子給你餵 你就是在球場跟那些人餵 我不喜歡跟那些人有這些肢體接觸 所以我看到這樣我也走 另外15歲就被人打 14歲就被人勒索 14歲的年輕人在葵聰 被拍下不雅片 收電郵勒索7千元 你不脫褲子 怎會拍下不雅片 小朋友 這些都是兩種說法 為什麼呢 他說14歲少年 他就是下午2點在上角街向警方報警 收到一個匿名電郵 對方聲稱拍了一個不雅短片 這些通常 要不就有網上的鏡頭拍了你 要不然怎麼會拍到你呢 所以我想告訴你 我自己本人 家裡的電腦鏡頭 我全部用貼紙貼了 是不是現在才做呢 是當知道世界有這些事情 你的電腦鏡頭 會被人攝錄偷影的時候 我已經懂得把膠紙貼著那個鏡頭 人家會看到你做什麼 不是你平時看閒網 哪有這麼多人換衣服 是不是 當然 當然有些主播是自己剝的 大部分都是 撞了你的電腦 其實貼鏡頭已經是其中一招 還有很多在網上處理很多銀行的事情 為什麼在網上的銀行 你打字下去會變成星星 因為他防止人家撞了你的電腦 其實已經在看你的東西 他這次就被人勒索7千元 7千元其實都知道他是小孩子 大人怎麼會只有7千元這麼少 人員接報道場初步調查 案件勒索 但拘捕就沒抓到人 他始終要查那個IP 究竟那個人住在哪裡 沒有即時抓到人 案中受害人就說沒有金錢損失 始終被人嚇一嚇 這些事情害怕 另外再說說一些好人好事 有時候公共交通工具 你看到一些玩具 你會怎麼做呢 以前我喜歡夾公仔 一到上學那天 我就把小小的公仔 勾在遊樂場 我專門給小小小拿回家 那些乾淨啊 那些 現在就沒有人收拾的了 現在是病毒又什麼 我看到一些大公仔在街上 變了街友 變了老宿者 都沒有人收拾 這次有個人 看到 有隻婆羅洲星星 搭巴士的時候 他說 這些是小朋友的 有心為人暫躲 希望他會回到主人的手中 看到一些玩具 他們都覺得 有些人覺得 年輕人的玩具就扔到地上 掃了它當垃圾 但是有些人 心知道那些玩具 是小孩子的命根 他見過這個星星 也挺漂亮的 這隻婆羅洲星星的玩具 很小而已 扭蛋那麼小而已 他又不忍心 被人送他去堆填區 現在先放在我身上 如果你不見了一隻婆羅洲星星 就來找我吧 這隻玩具也挺有趣的 網民在西環23號新巴 撿到婆羅洲星星 在Facebook的 《香港失物報室應領群組》 就是在那裡 你可以找他 《香港失物應領群組》 上Facebook 希望他能找到主人 另外說一說 17歲仔在將軍澳 哇 跳樓17歲 很小 這宗已經是星期六八點 早上已經是 那天看不到的 現在的新聞才彈出來 證實死者就是17歲少年 在將軍澳建明村的名域樓 保安報警 說有人跳了 沒有檢獲遺書 很年輕 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生命真的很寶貴 祝大家身體健康 今天時間到這裡 謝謝 拜拜